我們做Change of subject 基本上是兩個大原則 第一個是希望你移動範圍盡量要正 第二個原則是看到分數就盡量把分數弄到沒有分數 我覺得這條比較舒服的做法就是 剛才看到這個減號我們盡量把它變成正 這樣就會很舒服 你把左邊扔掉就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Z就會扔到右邊變成1-Z 這些全部一步之內做完 然後我們就要弄走墳墓 變成這樣 然後Expand 我們題目要求是B做這個subject 所以我就把B的位置儘量Isole 怎樣做呢 就是把它放在同一邊 因為只有一個Term有B 另外三個Term就放在左邊 我們最後就要弄走這個Y 所以B就等於AX-Y加YZ 再除回Y 第三十題 其實這類型有幾個方法 但是離不開都需要做一些通份母的步驟 例如這裡 為什麼我會先做這一步呢 其實我可不可以直接在這裡通份母呢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by experience 你知道我5Move for H 如果我放在同一邊 你最後通份母會舒服一些 我現在就只通左邊 K做份母 就是Q乘K 然後我們做一個叫交叉雙乘的東西 但實際上我們是兩邊一起乘HK 什麼意思呢 即是你可以這樣看的 我們兩邊一起乘HK 這裡就約了K 就會得到這個 而這裡約了H 就會得到5K 好 接著我們要H做subject 所以就把QK加3 除過去就可以了 好 31題 很類似的 今次我們V做subject 所以我就盡量把負那邊 丟過去變成正 1 over V 這個自己單丟了1 over V 我們就左邊通份母 我們就做Fu U-F 等於1 over V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交叉雙乘的 就是V乘U-F等於Fu V等於Fu over U-F 這題我想示範第二個方法做的 我先拆掉這些 其實這個過程呢 我可以兩邊一起做U-V-F 什麼叫乘U-V-F呢 即是你想想 如果我左邊乘了U-V-F 會出什麼 右邊乘了U-V-F 會出什麼 這個U-V-F乘它 約了F 就剩下U-V 這個乘1 over U 約了U 就剩下V-F 這邊約了V 就剩下U-F 我們要V做subject 所以抽回 commonFactor V 最後就會得到U-F over U-F 第三十二題 這次我們就要C做subject 所以我們都是通訓母的基本技巧 然後合併兩個C 我不要訓母乘過來 我要C做subject 代表我們只剩下3D 就不想要它 我不想要它就變成除 就完成了 第三十三 一樣 這次要A做subject 所以我就這樣通訓母 AQ-AP等於R 我不想要PQ做訓母 所以我就可以乘過去 變成PQR 要A做subject 抽個A出來 做commonFactor 最後把不要的東西除過去 好 三十四 這次就要M做subject 你基本上都開始感覺到 如果是M做subject 我把東西放在一邊 是有少少好處 但不是必然的 你喜歡直接這個做通訓母 我都不會說你錯的 好 繼續 我們做一個通訓母 就是ZY 上面就變成MY加MZ 做一個少少的交叉雙乘 就是MY加MZ 再乘X 就等於ZY 你留意到 這裡 還有commonFactor M 所以我可以抽出來 就變成XMY加Z 就會等於ZY 最後我要M做subject 所以M等於ZY 再over XY加Z 即我們要全部沒有M的位置 全部都脫掉 第35題 雖然它打一顆星 但是死一點也不難 我們只需要做正常的通訓母 我把右邊變成10R 記得不用10RSquare 純粹是10R就可以了 U乘5 先出10R 第二個乘2 所以會出4U 若選少少東西 就變成這樣 一樣是交叉雙乘 10R等於U乘2R-5 我們需要的東西 是把R放在一旁 所以我們可以把-5U 把它變成正5U 為什麼我要選擇這樣做呢 因為我希望把Terms盡量正 我知道有很多同學都會選擇這樣 10R-UR等於-5U 比較多負我就不太喜歡 所以我選擇這個 5U等於R乘U-10 最後我不想要這部分 就把它除去另一邊 就是5U over U-10 36A 同樣道理 看到份母 我先乘上去 做一個expansion 然後就要看題目要求 要求S 所以要把所有有S的東西 放在同一邊 這次我選右邊 因為比較靜一點 下一步就是抽CMF S 1加LG 最後除去 你看到我寫在左邊 我不用多寫一步 因為左右 隨時可以互換 好了 那部分B 記得提醒 要寫一個when 不要寫if 寫完 這次我們 直接代入這條式 就足夠了 因為我已經做了個subject 我今次找S 就會方便很多 就是-2加1 over 1加-2乘1 計算的沒有什麼特別 我就這樣計算 S等於1 37A 是一條非常簡單的題目 純粹我調個位 X等於12Y-4 再除2 我需要抽CMF2出來 去約 X等於6Y-2 部分B 我就想你拿個感覺 X等於6Y-2 為什麼呢 代表Y是什麼都可以 例如我放1下去 X就是4 Y是2 計算完就是10 Y是3 就是16 如此類推 題目問 當Y是increase by 2 X就會變成多少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個表 應該是多了12 但是這樣解釋 是不行的 因為XY其實是任意數字 即它的意思是任意數字 X都會有一個答案 是加了12 如何證明這個表 我真正的寫法 是應該怎樣寫呢 是應該這樣寫的 Change in x 不論Y是什麼都好 我都應該會得到這條式 就是6乘以Y加2-2 以及6Y-2 我可以解釋一點點 這個呢 就叫做New x 當Y變了之後 這個呢 就會是Old x 那夾起來就會是Change in x 我們做一點點的計算 就應該可以了 最後呢 你會發覺等於12 當然啦 Step呢 就是這樣寫 但是呢 我想培養大家 有個MapSense 那什麼叫做Y呢 是多了2呢 即是呢 我們希望看看 Y轉變的情況之下 X會怎樣影響到 我們就看看這條式 其實減2呢 是一個不變的定理 我就會這樣寫 不變 即是不論Y是多了少了都好 這一部分是不會影響X的變化 而只看6Y這裡 即是代表Y每大1 X應該會多6 Y大2 X就會多12 Y3就多18 如果Y少了1 X應該會少了6 OK 所以其實我們要做的就是 6乘 這個Change in y 我們呢 就可以得到等於12 那當然啦 這個是MapSense 如果你要寫Step 都是跟上面這個Step寫